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关注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防反弹 巩固好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张强安强调 要抓时抓起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要管控重点人员 紧盯密接者 次密接者 次密接者的接触者 加快流调追踪 坚决做到集中隔离 应格进隔 要落实人物同房 规范做好入境人员健康管理 从严落实域外 特别是中风险地区来议人员管控措施 加强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管理 确保不发生输入性风险 要加强院感防控 发热患者的接诊收治必须严格规范 门急诊预检分诊制度和手诊负责制 必须严格落实 所有发热患者必须实行闭患管理 坚决守住院内零感染 院感零容忍的底线 同时加大对药房购药登记制度的检查力度 要严格防止聚集 原则上各类聚集性活动 非必要不举办或延期举办 却需举办的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场站码头交通工具 商超宾馆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特殊场所 要抓好防控举措落实 要强化应急处置 立足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 及时完善应急预案 优化防控措施 强化应急演练 扎实做好物资保障准备 要抓好疫苗接种 加快疫苗接种速度 加强精准分配和动态调配 强化疫苗全流程管控 做到应重 尽重 有序接种 安全接种 确保免疫屏障 构筑到位 要强化宣传引导 及时准确发布疫情信息和有关情况 教育引导群众理性看待疫情 增强自我防护意识 切实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 张祥安要求 层层压实防控责任 坚决压紧压实属地 单位 部门 个人 四方责任 是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要加强协调配合 合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要严肃监督职计 坚决查处疫情防控工作 履职不利 失职独职等问题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 为建党一百周年 营造安全 稳定 和谐的社会环境 全国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视频会议 昨天下午召开 会后 我是召开视频会议 市长陈彬彬就贯彻 全国和全省会议精神 做好我市相关工作 提出要求 副市长郭家满参加会议 陈彬彬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 和李克强总理 孙春兰副总理 批示精神 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 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不能松懈 不能大意 绝不松敬 绝不手软 从严从快 抓时抓细各项工作 坚决打赢 常态化疫情防控 这场硬仗 陈彬彬要求 各级指挥部和成员单位 要闻风而动 各司其职 精准高效做好 留调协查 全面加强 医疗机构规范管理 持续坚持人物同房 加快推进疫苗击中 切实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做到 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 守土尽责 昨天市委副书记 常务副市长张军义主持召开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1年第五次会议 市委常委副市长花家红 副市长刘克胜 市政协副主席王小辉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开展情况 部署安排了中央环保督查信访舰整改工作 以及严重促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大旗底回头看工作 部署了省污染防治攻坚站成效考核工作 审议并通过了安庆市大旗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 张军义在会上指出 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更大的决心 更大的力度 更有效的举措 推进美好安庆建设 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的各项工作 持续改善我市生态环境质量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今天上午城区文明创建工作调度会召开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爱武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 当前要迅速推进并完成电动自行车上牌 公益广告景观小品设置 全民健身场地及设施建设 人行道停车场无障碍设施建设 空中缆线整治和广告设施及招牌设置等重点任务 文明办要对各区各责任单位工作落实情况 跟踪督查 加大暗访频次 形成闭环管理 要坚持属地管理部门协同原则 持续推进一把手一线抓创建工作机制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要继续严格落实 市委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问责办法 严明纪律 追责问责 宋宗宪深入实施创新主体培育工程 围绕产业定位 建设创新研发平台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着力打造创新型企业集群 走进红爱魔幻云工厂 记者在现场看到 生产流水线上方红白相间的吊挂系统 正带着各种半成品的布料 游走在各个工位之间 工人们从系统上接过布料 熟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后 交还给吊挂系统 传送带就会自动带着他们 走向下一个工位 现在一个人至少可以操作两台以上 这个机器 相对于过去提升了至少50%以上的效率 智能吊挂车间通过立体汇流交叉线的运用 打破以小组为生产单位的传统模式 使整个车间只分工序 不分款式 从AGV智能搬运到智能吊挂生产车间 从自动化裁剪技术 到全自动智能缝纫机生产线 近年来 安徽红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推动智能制造提挡升级 智能数字改造投入达1.26亿元 今年第一季度 这家企业收到订单30万件 产值达到1亿元 全年产值渴望突破5亿元 近几年公司持续投入打造智能工厂 通过云售具 AGV机器人 IECC协同平台等科技创新 提高了产品品质 生产效率也提升了30%以上 让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近年来 苏松县投入各类资金4500万元 用于创新培育工程 归上企业研发机构比例 研发活动企业均超过40% 安徽优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是苏松县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从事智能商业显示设备研发生产和销售 每年仅研发投入就有600万以上 真正实现了从制造向制造转变 我们安徽优品主要是做投影这一类的产品 目前发明专利这一块有12项 那实应新型专利大概有20多项 十四五期间 我们苏松将积极搭建科技创新平台 围绕我县产业定位 积极引导企业 建立技术研发机构 全力推进归上企业 创新能力建设 前山宿松等地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中 坚持以身学促实干 积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身走实 前山市一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承包山厂5000余亩 种植油茶和覆盆子 但由于林场上下坡度大 导致油茶覆盆子的施肥和采摘工作困难 为解决这一难题 前山市林业局帮助企业 引进了单轨运输滑道设备和技术 建成单轨运输滑道2.5公里 覆盖林间采摘面积2000亩 第一个好处就是解决了我们上山难下山难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节约劳务员工及劳务成本的问题 春天通缉比较 我们劳务成本大概节约了30%左右 清明生解民忧暖民心 苏聪县和西山殡仪馆路段 由于没有路灯群众意见很大 苏聪县城区路灯管理所了解情况后 迅速找到相关部门进行协调 经过认真调研和多次的协调以后 最终制定出了解决安装路灯问题的详细方案 并迅速取动了路灯安装工程 苏聪县城区路灯管理所还对量化缺失 群众夜间出行不便的被接小巷照明情况进行排查 截至目前已完成城墙南路等七处被接小巷 120多盏路灯的安装和升级改造工作 民生无小事 我们希望一盏盏明亮的路灯 既照亮了群众出行的路 也点亮了群众幸福的生活 近年来前山市着力补齐城市建设功能短板 全力推进城区老旧小区改造 人均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在前山市大圆小区改造现场 施工人员正在对排涝管道连接口 进行水泥风节和管道掩埋的工作 施工方根据规划设计要求 等间距设立雨水进水口 最大建筑发挥管道排涝作用 目前我们是安装的是雨水关桃 统为这个雨水井和检查井两部分 现在已经施工着本项道的四分之一 遥冲小区建于2000年之前 小区坡度大极易形成内涝 今年前山市实施五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遥冲小区被纳入其中 今年4月份 小区开始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今年前山市投资一亿多元 进行老旧小区改造 改造区域涉及住宅面积 约36万平方米 居民1万多人 今年上午 记者对城区两家大型商业综合体的 疫情防控情况进行了探访 发现各商业场所严格落实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为消费者营造了安全 有序放心的购物环境 在云江区龙眠山路上的一家商业综合体 记者看到 进入商场内的市民都要佩戴口罩 测量体温 出示安康码 商场还安排工作人员 对门厅等重点位置进行消毒 我们在商场的三个入口处 设置了测温防控点 主要对市民进行体温测量 健康算码以及口罩提醒 其次我们的商场内部 每日进行三次的消毒 我们将持续介绍好岗位 持续的抓好环境工作 这个防控做的还比较好的 我们进出都有量体温戴口罩 就是安全测试比较做的好 让我们进来消费也是比较有安心的 记者走进大关区急前南路上的一家 大型超市内看到 超市进门处设有通过市测温门 超市通过广播播放防疫内容 提醒静电市民佩戴口罩 口罩要及时戴好 人多还是要注意好办 超市负责人告诉记者 超市正准备组织工作人员 集中接种新冠疫苗 做到全方位防护 我们不光是对咱们 超市内的普通员工 一对一服务的这些重点短位 即使打新冠疫苗 做到群方群共 昨天我是抽调600多名核酸采样 志愿者奔赴陆安 开展第二轮大规模核酸检测 今天下午 记者与领队是卫健委 医政科科长曹立平 进行了视频连线 了解我是核酸采样志愿者 在陆安开展工作情况 昨天傍晚 我是600多名核酸采样志愿者 陆续抵达陆安市 刚到驻地 医护人员就冒于赶赴 77个小区 89个采样点 开展第二轮大规模核酸检测 截至今天凌晨两点 我是核酸采样志愿者 共采集烟氏子样本 9万6千余份 我是核酸检测队队伍 到达六安后 麻布停机 自带装备集材 冒于开展现场采样工作 到今天凌晨两点 圆满完成当天的采集政务 现在是中午 一天半 我们的接证人员 仍然坚守在港湾上 今天 安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安徽省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安庆常住人口为416.5万人 占全省比重的6.83% 居全省第六 今天是第45个国际博物馆日 我是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 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 前山市开展专题学术报告会 探讨后疫情时代 博物馆的发展之路 旺江同城等地 通过组织学生和党员干部 走进红色基地 接受红色革命教育 岳西县通过举办流动主题展览 发放博物馆日宣传资料 让群众了解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 京港高铁安九段安庆西站 3.58万平方米战房金属雾面 近日成功封顶 下一步 安庆西站建设将转入室内装修阶段 预计8月底完成战房施工 今天上午 黄梅系祝福剧组的主创人员 在南京市出席了 第3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现场敬演记者见面会 据了解 中国戏剧梅花奖 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设立的 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 评奖周期为两年一届 本届戏剧梅花奖现场敬演 共有14个剧种的17位演员参加 安庆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吴美莲 作为唯一的黄梅系演员将参加角逐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掌上安庆客户端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